嗨,大家好,欢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又给大家带来新奇的机甲战龙变形机器人玩具 首先要带来的是新奇的烈焰霸王龙 看,它有尖锐的獠牙和爪子 让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变形的 哇哦,变形成了龙人形态 机甲战龙们又来对战了 烈焰霸王龙又来对战的是谁呢? 原来是烈地万龙 它又来发射光能突刺 哦,不好,被挡了下来 轮到烈焰霸王龙的进攻了 看我的 它又来发动烈焰回旋剑 不好,护盾转换 哦,蓝色的机器人还是被打败了 变成了一只小恐龙呢 原来是万龙 它的脖子很长很长呢 来帮它变形一下 尾巴的部分是武器 也可以是护盾呢 哇哦,列地万龙也变成了龙人形态 看起来是不是很炫酷呢? 特别是它手里的那把能够转换成利剑和护盾的武器呢 接下来我们又用恐龙捕捉器来捕捉恐龙 出现了是一只三角龙 哇哦,好顺利呀 捕捉器捕捉到了三角龙呢 哦,不好 没能把它抓住 三角龙还进化成了龙人形态 又出现了一只恐龙 是甲龙 这一次能不能抓到呢? 它在挣扎 哦,还是没能抓到 甲龙还进化成了龙人形态 进化成龙人形态的它们又来对战了 暴风三角龙有一个巨大的战斧 它又来发动它的宝雷回旋斧 巨盾甲龙用它的尖盾挡下了这一招 轮到我的攻击了 它又来发动重锤龙卷风 哇哦,好厉害呀 暴风三角龙被打回了圆形呢 变成了一只迷你的三角龙 三角龙说 下次再打过 那获胜的一方是巨盾甲龙 甲龙身上有很多护甲 背包还有一个重锤 来把它变形成龙人形态 巨盾甲龙变形成了龙人形态 看,它的手里有两把武器呢 是不是很炫酷呢 暴风三角龙也可以进化成为龙人形态 来帮它变形一下 哇哦,暴风三角龙也顺利进化成了龙人形态呢 它手里拿着的武器是一把战斧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新奇暴龙战车 机甲战龙的玩具 它们可以从机甲战龙变成龙人形态呢 而且还能配合恐龙捕捉器 一起玩耍呢 那它们一共有三种尺寸的大小 可以根据玩法 还有变形的难易度来选择哦 大型的机甲战龙 看起来非常的炫酷 小型的迷你机甲战龙 看起来又非常的可爱 那小朋友们 你们最喜欢哪一种呢 还有,记得选出你们认为最厉害的机甲战龙 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我们下一期继续介绍 新奇暴龙战车的卡片玩具 下一期再见 拜拜